同學我要教大家怎麼使用這個 這個 衝 衝擊旗幟 這叫衝擊旗幟 那還有另外一種是 那個電鑽 他兩種頭不一樣電鑽會有夾頭這種沒有 這種是 他遇到 不夠力那個什麼鎖到底的時候他就會利用震動把那個螺絲鎖進去 好 那我現在看就是大家都會有問題就是 你的力氣不夠 力氣不夠所以你就是很難會把螺絲鎖進去那你們最好在鎖的時候 就是利用 下壓的力啊 你的身體稍微往前傾把你的身體重心 壓在上面像這樣 好 這樣子在 鎖東西的話就比較容易鎖進去 好 我示範一下 這樣子 好因為我看有些人是這樣子 他 手離得很遠 好 誒 這個這個這個要怎麼拆裝就是往往前拉 這個是可以往前拉的 好 把這往前拉 這個就會拿起來 好 這樣子 你沒有往前拉的話他會扣不進去 所以要往前拉 好 很多人還是不會拆裝 OK 好 那我們要鎖的時候 最好啦 就是要先引孔 先用磚頭鑽個洞 然後勒 你的螺絲多粗你就鑽 差不多的洞 好 像這個螺絲 他是 大概3米米的 你就拿3米米的磚頭 好 這樣 差不多粗嘛 不要比螺絲粗喔 比螺絲粗的話 那你就鎖 他就鎖不住啦 好 所以小一點點 沒問題 好 因為為什麼要引孔 因為有時候這個木頭 好 你 就等於說 你沒有先把這邊的材料去除掉 你就直接這樣硬戳一個東西下去 他就被撐開了 所以你沒有引孔的話 他就會把 把木頭撐裂掉 所以就要先引孔 好 先引孔 像這樣子 然後再這樣 你用你的身體 這樣子壓著 左手 搭著這樣 另外一隻手搭著這樣 好慢慢的這樣 按幾次 這樣就好了 然後再來換成 螺絲頭 七字頭啦 好 再這樣子 那我拿到這一顆 是不能用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然後就這樣 用身體的力量 壓下去 跟手邊一樣 你看聽到大大聲了 就表示他已經 鎖不進去了 你這樣 就 就是我剛剛引孔的不夠深 所以他就遇到阻力了 好 你這樣子通常就鎖不進去啦 如果你力氣不夠深 你就控制不了 像我是把這台的重力放在上面 可是我看有的人 他就是完全那個力量都沒有往下傳 所以他螺絲鎖不下去 好 再來 這個可以切正逆轉 有的人也是搞不清楚 好 這樣我們把螺絲轉起來 OK 然後再來 你的材料厚度 假如說我們這塊木頭這麼厚 兩塊木頭要把它鎖起來 你就要找 找合適長的螺絲 像這個 這個長度就剛好 兩個剛好可以鎖起來 不要找那個很短的像這樣 好 那他這個 他螺絲長度又沒有伸到 下一塊木板去 這樣就鎖不起來 好 所以不能太短 好 要剛好 像這個又太長了 這個又太長 太長就會凸出去 好 你們從這邊看 太長他就會凸出去 好 所以螺絲要找到剛好 好 這樣子 剛好 長度剛好 好 好 所以可以看 剛剛說 找 幫螺絲找合適的磚頭先磚嗎 我來看一下 好這兩種 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 這個螺絲很粗 所以他就要用比較粗的磚頭 先銀孔 尤其像這個 這是 這叫藍波釘 這是鎖在牆壁的 所以你要用那個 水泥磚頭 這藍波釘 鎖牆壁他沒辦法 用這支直接鎖進去 這樣鎖會斷 所以一定要先用水泥磚頭 銀孔 好那這個是鐵工磚頭 鐵工磚頭是錐型的 那水泥磚頭 他是有另外 還有一塊那個 應該是霧湯的金屬 我找一下 好臨時找不到先不用 總之要記得 鐵工磚頭跟 木工磚頭的區別 鐵工磚頭跟 鐵工磚頭 木工磚頭 拿了木工磚頭 就開始亂磚 好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 這種是 二刃的 兩刃雙刃的 木工磚頭 有沒有看到這邊 中間有個中心點 然後這旁邊 往外翹 這兩個頭的 形狀是不一樣 好 這種 他這個是這邊側邊是有刀刃布的 所以他可以把 磚木頭的時候可以把纖維切斷 好 你這樣子才 他才會 鑽得比較順利 那這個也是可以磚木頭 這個鐵工磚頭也是可以磚木頭 只是他磚的時候因為纖維關係可能會讓他跑偏 好 所以是有這樣的差別 那這個絕對不要拿木工磚頭 去磚 木頭以外的東西 好他最多只能讓你磚 那個塑膠 不能再拿去磚什麼 鐵啊 牆壁啊 那絕對不行 好因為他這個刃只要一刷到磨損就壞了 好 那個鐵工磚頭也不能拿去不能磚牆壁喔 磚牆壁也換他壞 OK 好 大家常看到會發生這樣的錯誤 好再來 再來是什麼勒 好 再來是大家操作都很暴力喔 常常我看大家那個 就是狂 狂 狂轉 好 一轉 轉了超級快 不需要 好 我們螺絲 他只是 他幫你把鎖進去 你不需要讓他轉超快 好 這樣子 就好了 那轉超快 好我現在換這個 給大家看一下轉超快會發生什麼問題 好大家看這兩個螺絲的頭 有沒有發現一個十字很明顯 另外一個十字已經不見了 好 他的差別就是 你十字還在的時候 這個 起字頭 就還能帶動他 那你那個 十字沒了 你的起字頭就只在上面空轉 那為什麼他會壞掉 就是因為 這樣子 轉過頭 好 你們每次都這樣 狂轉 狂轉把這個磨壞 因為這個頭 比這個 螺絲釘 硬度比較高 所以他就弄壞 這樣子 好來看 好這樣子他應該 就鎖不上去 完全沒辦法鎖嘛 所以你們不要在那邊 硬吹 OK 這樣子 他就 螺絲就壞了 你變成還要拿 鉗子把它夾起來 你那個有的斷掉還更慘 這樣子 只能 他現在只能用這個方法 把它轉起來 他剛剛 還是有帶一點金魚 好啊你很多 都是鎖到一半 把那個頭鎖壞 所以他要記得 這個只要輕輕按就好 好 這樣 好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我剛剛沒有銀孔發生什麼事 這邊出現一個小小的獵人 有沒有 所以銀孔 在對木頭來說是 你要把東西做漂亮就是要銀孔 好 好 就這樣 我們教學這樣 不要 大家記得這個操作 不要在那邊亂玩 亂玩亂按 上課就是要讓你們學會 工具的正確使用方式 OK好 大家拜拜 拜拜